蜜蜂为什么在近年来大量的死亡或失踪呢 上个单元我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就是蜜蜂采集的花粉 竟然被检测出有农药残留 这是全台湾普遍的现象 还是只局限在几个养蜂场呢 台湾的农政单位竟然提不出具体的说明 而其实2008年 在美国就有研究显示 从各地养蜂场收取的196种花粉里 99%都有农药残留 而且还混合了杀虫剂 以及除草剂等等各种的化学药剂 而这对于每天秦彩花粉的密封而言 即使是极为量的农药 都会让蜜蜂变笨 甚至是发疯 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 记者宗丽婷 苏启发 继续为您追踪报道 蜜蜂消失事件簿 它就知道了在门口飞不进去 看不飞走 当蜜蜂长大 出巢彩蜜前 它要试飞学习定位 当蜜蜂发现花蜜时 它跳起摇摆舞 当外情才蜜的同伴要回家 它翘起尾部 散发费洛蒙 引导它们归巢 当它不舒服的时候 它就抓触须 揉眼睛 这些蜜蜂的行为 等于是它们的身体语言 如今它也用这样的语言 发出无声的抗议 外观上面你看不出来 你就用行为去测试的时候 你才发现它的问题 台大昆虫系教授杨恩诚 钻研蜜蜂神经生物学 它运用雷达 雷射 红外线等方式 来监测蜜蜂的行为 是国际知名的蜜蜂专家 它对蜜蜂行为实验的发响 源自1994年 法国的案例 向日葵田里的蜜蜂 有的瘫痪在地上 有的勉强飞回潮 却被守卫的同伴 拒于门外 没多久 法国原本150万箱的蜜蜂 就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问题出在向日葵的种子 农药公司把一种 叫做易达安的农药 涂抹在种子外层 来防止虫害 这是系统性的农药 能溶于水 当植物生根发芽 透过根部吸收 整住向日葵 都能检测到易达安的残留 那这个在花朵上面 测到的农药的剂量 事实上非常的低 其实只有10个PPP 4个PPP绝对不够 直接杀死一只蜜蜂 所以这就是争议点在这边 就是在农药公司 他们不愿意承认说 他们的药剂 是杀死这个蜜蜂的 这个主要的有利证据 低剂量的易达安 虽然杀不死蜜蜂 但它会让蜜蜂的行为异常吗 为了解开谜底 杨恩诚设计一连串的实验 首先引用蜜蜂 取食含有易达安的糖水 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转 要乱飞了 易达安是一种 新类尼虎丁杀虫剂 属于神经毒素 能扰乱蜜蜂的神经讯号 使它疯狂 中毒的蜜蜂 全身不停地震战 进鸾 他痛苦地伸出舌头 就像人会因为食物中毒 而不自主地恶心呕吐 他会开始用他的前竹 一直去弄他的处须 或者用他的敷衍 开始全身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 然后会停留在一个地方 很久很久 直到他恢复 但有些浓度 剂量可能比较高的时候 他就不会恢复 他就不会回来了 也就是他可能会死在外面 农药中毒是蜜蜂神秘消失 大量死亡的原因吗 为了证明这一点 杨恩臣得设法追踪 这成千上万的蜜蜂 才能知道他们的死因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雷达 去侦测蜜蜂的飞行路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蜜蜂上面 贴一个晶片 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很细小的晶片 给他贴到这个蜜蜂的腹部背板上面 一张晶片的大小 只有一块钱铜板的十六分之一 重量约二十毫克 那这个晶片叫transponder 它雷达坡打过来以后 它会再回溯一个坡回去 所以我们利用雷达 如果它死在外面 或者是它飞到某个地方不回去 我们可以立刻用雷达 及时把它们搜寻到 找到了蜜蜂的尸体 就可以带回实验室解剖研究 这样你就以为答案呼之欲出了吗 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还有为数不少的蜜蜂 吸食了残留低积量农药的花蜜之后 勉强飞回潮里 喂捕幼虫 可是这些幼虫却能顺利语化 外观乍看之下 一点也没有受到农药的影响 怎么会这样呢 杨恩成又设计了一项实验 来检视蜜蜂的学习能力 实验室里 一只幼石被喂捕伊达安糖水 刚语化的蜜蜂正在上课 它要学习闻到某种气味 就得伸出舌头来 为了检测它 有没有学习到这个行为 所以我会先给它淌水 让它先就是吸个三秒钟 然后等它把口气收回来之后 我会再给它六秒的气味 然后在三秒的时候 我会再给它淌水 让它知道说当气味来的时候 表示有食物可以吃 然后我最后会给它 就是单纯的气味 然后如果它口气没有 伸出来的话 就代表它没有把它学起来 研究结果发现 小时候没中毒的蜜蜂 学习效果一次比一次好 但若是从小被喂食农药的蜜蜂 学习能力可就差很多 如果蜜蜂它如果变笨的话 那它影响了其实说它长期记忆 或者是它的这个短期记忆 那可能影响到它放花的这个行为 或是灰草的这个行为 幼时农药中毒的蜜蜂 长大后会变得多笨 杨恩诚又有了新点子 这些是钢羽化的蜜蜂 一只只被冰块冻得暂时失去意识 杨恩诚率领的研究团队 先把它固定住 再剔除它胸部背板上的绒毛 然后涂上白色颜料 最后进行雷射雕刻 而雕刻的图案是九宫格的数字码 代表着这一只蜜蜂的识别编号 所以我们应该是算全世界第一个 把蜜蜂拿来做刺青的地方的人 那他们刺青以后 他们这个就不会掉 那他们进出草口的时候 我们有红外线监测器 譬如说像给它一个悠游卡 然后它进出草口的时候 就可以被感应到 然后我们就知道 哪一只是什么时候出去 哪一只是什么时候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因为 那你怀疑它会变到多笨 变到多笨 我怀疑它出去就回不来了 因为或者是它根本就不出去 一连串实验的结果 都证实农药造成蜜蜂的行为异常 那这些蜜蜂消失的这些草 事实上里面还是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在食用上面 尤其是这些杀红剂的食用 我们必须要抱着更戒身 恐惧的心态来看待 面对环境中农药的威胁 难道蜂蜂只能自求多福吗 这一天蜂蜂临近通来到增金凤的果园 为了给蜜蜂找个安全低毒的家 它得先了解果农喷洒农药的情形 增金凤拿出十几种农药 杀虫 杀菌 除草 样样都有 农药罐上写着多少剂量 要稀释多少水 但里面的成分 会对环境生态造成什么影响 似乎不是关心的重点 像这一家的成分 你看有吗 我们没得到看有 他们全家人 发染的这看有 我们没得到看 这种分 ? 这种是什么 没有浓药 我们这是没有满小木 有的时候你沛农药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害到小蜜蜂 农民都知道蜜蜂是一蟲 但如果不喷杀虫剂 其他虫害会导致三成的农损 不用除草剂 至少造成一半的作物减产 其实农药不是不能用 只是农民倘若用药知识不足 无形中就可能成为毒害蜜蜂的凶手 我们针对农药的贩售业者 因为药剂都是从他们那里当窗口卖出去的 所以农民很多都会去询问他们有关用药的知识 所以我们针对农药贩卖业者 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的训练的规划 所以要把很多正确的知识给他们 然后他们去服务更多的农民 农药行业者有没有落实用药说明呢 我们随机走访几家农药行 一探就近 老板 请问在里面有没有卖一种药叫做一百 有 老板那是怎么用 老板在里面有一个 一个几百倍丰币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 多少金钱的谁 七百倍 然后呢 我们调查发现 多数业者都是被动告知 农药的使用方法 顶多只提到稀释浓度 至于何时喷洒 何时要消退了 才能采收 几乎略而不提 这使得农民很容易用错药 甚至下药下得重 造成环境里的农药残留 害苦了小蜜蜂 那么负责把关 监测作物 农药残留的农粮署 又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没有做调查 我们只是就生产面的部分 有做调查 那整个生态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做调查 就这个部分没有办法 很明确地做回应 我们一直都是认为 蜜蜂碰到农药要死 死给你看你才知道 它说这个是因为农药造成的 那事实上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系统性的农药 或者是这个农药有残留在 这个田 甚至它不一定是在果树上面 它可能在水 那它去采水 也可能就误出了这些 很低激量的药剂 这些药剂事实上被带回去 草里面 很可能未来这一整个草 是有可能会崩解掉的 农药 虫害 病害 以及越来越难对付的极端气候 这些不利的因子加总起来 就是小蜜蜂用它们的离奇消失 发出的求救讯号 这几千年来 它帮人类妙蜜 它受粉 它勤奋工作的特性 是文学歌詠的素材 如果有一天 这些全都看不见了呢 而我们该为它做些什么呢 地球上所有生物 都是相互依存的 所有生命环节 也都环环相扣 小蜜蜂的消失 其实并非单一物种的单一世界 它代表的是动物生态 对人类无情破坏的 沉重警讯跟抗议 人类再不重视 恐怕将付出的是 难以想象的代价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李珍珍 加州民事议员堂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